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讲说张吻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一起现在来读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二节 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起 信心的人有福乐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恶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恶恶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饥渴不饮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连续人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不连续 信心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健身 恶恶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唯一受地图的人有福乐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我们一起祷告 哈利利亚巴顶父 祿里主 祝我们今天早上 祝再次来到祝你的面前 祝来聆听祝你的话语 恳求祝你来帮助我们 祝在这个八福当中来到了最后一个福的时候 祝是我们要学习的 祝这个功课是非常艰难的一个福在当中 求祝你亲自 祝你帮助我们 祝在我们聆听过程当中的时候 祝你开启我们鼠联的耳朵 开启我们鼠联的眼睛 好使我们真实的在今天这个聚会当中 看见主你的荣耀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彰显 求主带领我们 引领我们 把以下的时光缺乱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 愿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 奉主名祷告 阿们 好 那接下来还是一样 我们要来回顾一下 八福前面的这个七个福 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福 这些很重要 如果少了这个七个福的话呢 那可能我们活不出 第八个福出来 因为第八个福的 它的这个标准 开始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高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如果我们七个福 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把它活出来的话呢 那怎样 到八福的时候 可能你就想说 三地啊 第八个福太难了 我做不到啊 但如果我们有很好的 把前面这七个福 第一个福 第二个福 第三个福 第四个福 慢慢的把它操练出来 慢慢的把它活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们到了这个的第八个福的时候 我们生命是自然而然进入到这个的第八个福当中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第一个福讲到说 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所以讲到说我们心里面是否有渴望神 是否看到我们灵里面是贫穷 我们有需要到神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以至于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 天国是他们的 而第二个福讲到说 为这个的罪 为自己的罪 跟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些的罪 而哀动的话呢 这样子 上帝就要安慰我们 所以我们有没有围着你自己的罪 来到神的面前 来跟神祷告 来向神赦免你自己生命的这些的罪 或者是当你看到世界不公不义 发生的时候 这些的罪恶在当中的时候 有没有来向神祷告 求神来帮助 求神来带领 还是水波逐流 跟着他们一起犯罪呢 第三个讲到说 温柔 讲到说我们这个的生命 是一个怎样子的温柔的生命 讲到说我们像一匹马那样子 温顺的马 完全听从主人的这个的旨意 他只要一吊动一下 我们就跟着他的方向去前进 所以讲到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生命 我们有没有顺服神 有没有听从神的这个命令 有没有完全顺服圣灵的这个的带领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而上帝所给我们的允许是 要承受这个地图 第四个服 讲到说极可慕义 讲到说当我们开始慢慢的被神信服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可慕上帝的这个的公义 在当中 我们有没有可慕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能够改变人心 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做 才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你靠着你的努力去做 的确有的时候你的生活可以改善 很多东西一些可以改变 但是往往的时候 你努力到最后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很累 但是如果我们靠着神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有没有可慕神的话语 按照神的这个的旨意过生活 还是我们可慕的是另外的一些的东西 金钱名利地位 当我们可慕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这样 祂会给我们保足 让我们真的在属灵的这个胃口当中 给我们匆匆足足的 让我们灵命真的是 没有那种骨干在当中 我们的生命灵命为什么会骨干 因为我们缺乏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神的生命 如果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呢 我们在服事上 我们绝对不会骨干 因为为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服事的人是谁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服事的对象是谁 以至于我们是从他那里 支取这个力量来去服事 所以我们不会累 当你服事到一个地步 你感觉到累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们 我们要去思考一件的事情是 到底我服事的对象是谁 是不是错了 我是不是开始为人而服事 我是不是开始追求名利 权利 而服事上帝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所以这是第四个福 上帝一定会让我们保足 而第五个福讲到说 连续的人有福了 而连续是什么 是一种的爱 是一种的爱的行动 是我们 当我们 渴慕神的话语 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 读神的话语过后的话呢 那在我们周遭的身边的人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这个需要 有没有站在别人的这个角度 去想他需要怎样子的帮助 所以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 也就是他们闭蒙连续 当我们连续人 上帝也同样的连续我们 第六个福讲到说 我们的心好像一杯水一样的 这么的清洁 洁白透明 没有任何的误会的东西 在我们内心当中 我们内心是干净的 没有不好的心思 没有不好的意念 我们是单单来到神的面前 向着神 承接 专一向神 完全的来依靠神 这样子的人 上帝所给的这个的应许是 他必定会看见神 而来到上一个星期 我们讲到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 而首先讲到的就是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又是如何的呢 你有没有跟神先和睦呢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怎样使人和睦呢 你的和睦从哪里来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跟神 有这个和睦 有这个和好的关系 以至于我们可以慢慢的 带领人 跟别人有这个和好的关系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神 带到他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他们也认识这一位 又真又活的神 而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 就是必成为神的儿子 当我们愿意成为这个的 常福音的广道的时候 我们是神国的一个成员 在当中 我们将来是有这个盼望 是有这个应许 在当中的 而接下来要分享的 就是最后一个的福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而这个的义 而这个所讲到的就是 我们所信的 我们围着耶稣基督受逼迫的话呢 那我们就有福了 而今天呢 这个的主题叫做 站稳这个的真理 首先我们一起再一次的来读过 这四节的经文 我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一下 愿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罢 因我能 也早会要有坏荒 有大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放弃害人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行事是大 在你们有些的限制 所以从这四节当中 这个经文当中的话呢 其实我们最主要要看的 就是在第十节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来到了第八福的时候 你们有看到 第一个福跟第八个福 神所给的这个应许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从第一福 讲到第八福 神一直在讲的是什么 在神一个国度里面 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 一个光景 到底是要怎样子的 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 要活成怎样子的 还是 我们跟着世界随波逐流 来到了这个第八福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 我们需要怎样子 就是圍着耶稣的这个义 受别人的这个逼迫 在十一节跟十二节 其实主要就是在强调 这第十节 讲到说什么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毁伴你们 你们就有福的 也同样呢 讲到讲 讲到说这个逼迫 是有怎样子的逼迫 讲到说有辱骂的这个逼迫 有辱骂的 有捏造各样坏话来毁伴你们的 他正在强调这第一句话 这个的逼迫 有这样子的一些逼迫 而在十二节当中也提醒我们 应当要欢喜快乐 因为当我们如果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在天国的这个散赐是大的 同样呢 在经文当中提醒我们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也就是在圣经所提到的 比如讲说 以赛亚 耶利米 这些的先知 以前他们怎样子为神去逼迫 同样呢 今天 还是有这样子的人 来去逼迫你们 所以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 讲到说 这个的意 字 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说 到底 意是什么 我们要为什么意 讲到说为意 那到底要为这个意 这个意 到底又是什么的一个的意呢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的话呢 其实有的时候 律法就是这个的意 在当中 它是维持整个国家 人民的这个次序 惩治恶人所犯的这些的罪 让整个国家 真的是处于一个公平公正的 一个的国家当中 而对于以色列来说 摩西的律法就是那个意 只要言行遵守摩西的律法 不放一条律法的这个错误的话呢 这个人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义人 在圣经当中的话呢 提到是一个义人 如果我们不放 这一个的摩西的这个律法的话呢 他就是算一个义人 但是这么多条这个律法 你能不放吗 随便一条 可能我们都已经触犯了 其中一个的律法在当中 所以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义人 在当中了 而在这一节经文当中 所提到的这个真正的义 到底是什么义 其实他主要指的 就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看为对的事情 义righteousness 讲到说对的 做对的事情 而在最后的时候 神本身就是这个义 神本身就是这个义 所以我们只要做神 所喜悦的事情 按照神的要求 按照神的执意而活 就行了 我们就可以被神称为 是一个义人 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罗马书 罗马书 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这样子的说到 我请弟兄姐妹们 帮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他就这样子的提到 神设立了耶稣 做了这个挽回的计 所以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 不是突然的 而是神刻意安排的 唯一的就是要拯救世人 可以与神和好 而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他本身就是这个义的化身 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他没有犯错 他是一个义人 听清楚 耶稣基督虽然活在这个 罪恶的这个世代当中 但是他没有犯罪 因为他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因为他听神的话 按照神的旨意 过他的这个一生 你说上十字架 痛苦吗 耶稣也知道 很痛苦 他在克西玛尼远的时候 也这样子的祷告 若可以的话呢 把这个杯拿掉 但是他最后的时候 还是讲的那句话 愿你的旨意 成就 所以耶稣基督 成了这个义的化身 来到我们当中 围着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 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 耶稣基督的这个义 来到神的面前 与神有这个的和好 我们上基督生平的 这些学研 我们应该都知道 我们都有上过 我们人不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神是圣洁的 神是公义的 但一个罪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会怎样 会死 会被神击杀 所以需要这个的挽回祭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世间 为我们献上 我们的这个 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的这个生命 以至于他成为神跟人的一个的桥梁 让我们人可以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 而与神有这个和好的这个的关系 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的义 只要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 这个的义 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展现出来 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 给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神本身就是这个义的 这个的标准在 所以我们只要做神所喜欢的事情 讨神所喜悦的事情 就可以被称为义 而还有一点呢 就是讲到说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所以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这样子 我们就会被称为义 而第八个福 为义 就是要围着耶稣基督 这个的真理 而受到这些的逼迫 那我们基督徒 有哪一些的这些的逼迫呢 肉体上有受到这些的监禁 折磨 苦行 甚至是要付出你的生命 殉道 还有 受到别人的嘲笑 捉弄 恶待 被辱骂 毁谈 受到家人的反对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围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而受到的这些的逼迫 有一些人 像圣经当中有提到的 保罗 彼得 斯蒂凡 他们所受到的是什么 折磨 苦行 到最后的时候 为主 殉道 我还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其实 讲真的 马来西亚算是一个 挺 太平挺 就是在于宗教方面的话呢 是一个挺自由的国家来的 所以 你讲到说 有受到很大的这个的逼迫的话呢 其实还是 算是没有 对吗 所以我在自己个人在信主 在信主的时候 其实你讲说 有受到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逼迫 需要为主殉道啊 等等这样子吗 有吗 其实没有 挺多也只是自己拍摄 在吃饭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人家怎么看你 觉得有点拍摄 所以 祷告的时候可能 都不太敢 祷告 我倒一下 就好了 刚开始信主的时候 我只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也害怕 别人怎么看我 是不是一个神经病人 我吃饭的时候 还在这边 好像念经那样子 所以 信主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有点 有点怕怕的 这样子 但是等到我真正的开始 认识神的时候 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 心里面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惧怕 在当中 别人怎么看 别人紧 反倒是我们自己 怎样子的看神 才是更为重要的 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 还记得第一个福的话呢 我有讲到讲说 这个福其实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对吗 所以耶稣明明 他其实是在讲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讲一个 是有一个福气的事情 对吗 讲到说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的 讲到说有福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 为什么讲说 为什么又会讲说 受逼迫的人会有福呢 福本身是一个快乐的事 但是受逼迫是怎样子 是快乐的吗 快乐吗 如果你被受逼迫 你快乐吗 对啊 我们是不快乐的 OK 我们被人家嘲笑 被人家辱骂 被人家陷害 是不快乐的事情 是在发生 这两者之间 它是有一个相冲突的 是不能够放在一起的 但是耶稣却把这个的经文放在一起 是不是耶稣搞错了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而这一节经文的话呢 更加的是要体现出 我们为了站稳这个的真理 而受到这个的逼迫的时候 我们有主的这个的同在 在十二节的时候讲到说 我们应当是荒喜快乐的 我们心里面还是有这个喜乐 有这个平安在我们当中的 因为为什么 我们是在做对的事情 在这个弯曲被妙的这个世代 二者一直在设这些的网罗 一直在搞这些的破坏 让我们怎样子 想尽办法让我们犯罪 想尽办法让我们远离神 想尽办法逼迫我们 让我们不要相信耶稣基督 让我们弃绝这个的信仰 以至于怎样子 以后将来我们可以与恶魔魔鬼一同的去地狱 这是魔鬼 是要来破坏我们的生命 而耶稣基督他本身来的时候 他是要给我们更丰盛的这个的生命 他给的是天国里面的这个应许 神国度的这个应许 恢复到起初伊甸圆的这个国度当中 没有纷争 没有哭泣 这些动物都不会相咬的 都是和平共处的 不像我们现在的动物园 闸门一开 惨了咯 不知道会剩几个动物在动物园里面 可能只剩下一只罢了 哪一只动物比较强 可能就是那一只咯 搞不好可能是那一只老鼠咯 为什么 如果我们有玩过那个动物棋的话 我们就知道 大象在当中是最强的 但是呢 谁可以克制他 老鼠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的罪恶 这个的世界当中 我们要想尽办法 怎样子都可以活出 耶稣基督的这个的榜样 所以是有一定的这个的挑战 也就是围着义受逼迫 围着相信耶稣基督 而有的这个的逼迫 通常讲到说 会有殉道这些事情的话呢 一般都是在国家 政策的这个的逼迫当中 会看到很多这些殉道者 在当中 包括在这个新约时代的时候 尼路王 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多少的基督徒 为了主的名的缘故 而殉道 而接下来 我要想与你们分享一个的人物 叫波驴甲 他是公元二世纪四美拿教会的主教 是教会史上首先详细记录的训道者 他86岁的时候就为主殉道了 波驴甲 波驴甲 他也是这个使徒约翰的学生 也是爱任柳的老师 他是最后一位经由这个使徒 带领过信主的信徒 至少他就跟着这个使徒约翰 并且也亲身的见过 跟这些主 见过主的亲眼 亲耳听过主的这些教会的人 来往生命 不是他亲耳听到 而是比如讲说像约翰 像很多主还在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们还活着听见主的教会的这些人 而这个波驴甲就经常跟这些的人 有这个的来往 所以经常听到耶稣基督的这些的故事 在当中 以至于他这个信心更加对神更加的坚定 所以后来这个波驴甲 也做了这个四美拿的主教 也长达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这么久 直到这个主后138至161年的时候 这个罗马皇帝 安东尼比乌在位的时候 虽然他的这个 管制这个国家是很温和的 但是的话他对于这个教会的逼迫的政策 仍然是逼迫的这个状态 没有改变 所以波驴甲因坚信这个信仰 而被逮捕了 而四美拿的这个总督 他其实也不放过劝说这个波驴甲 就不断的来劝他 威逼利诱 跟他说 只要你辱骂基督 我就示范你 你只是骂一下基督罢了 我就可以示范你了 如果是你的话呢你要吗 骂耶稣一句话一下 我就可以示范你了 还是你要死 你要选择哪一个 而波驴甲 他斩钉截铁的这样子的说 86年来 我一直侍奉他 他从来没有亏待过我 我只能够亵渎他 辱骂我的救赎主呢 我是基督徒 他是我生命中的王 这是波驴甲的这个的回答 86年来 他一直在服侍他 而神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他 这样子的一位救主 他怎么能去蝎堵他呢 他讲不出这个话来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总督还是要恐吓他 跟他说 你若不懊悔的话呢 我就把你这样子 喂野兽 如果你不怕野兽 我就用火烧死你 波驴甲就说 让野兽来吧 你想用 他这样子讲到 你想用转身寄息的这个火 来恐吓我吗 这火没多久就会灭了 你要用这个火来恐吓我吗 你知不知道 当末日审判之时 为恶人预备的这个的勇火 是永不灭的 来吧 按你的意思行 何必等待呢 波驴甲就是这样子的回答 总督也很无奈 所以他就长向众人 就跟众人说 波驴甲承认 他是个基督徒 所以一群的人 就大声的喊 烧死他 烧死他 而当这个烈火点燃之际 这个波驴甲向主感谢说 他之前要死了 他还跟主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主啊 全能的神 我赞美你 感谢你赐给我这一天 这一刻 让我佩德和那些为你殉道的众圣徒同列 能引耶稣基督的杯 并进入你那荣耀 永不朽坏的国度 如今我愿把自己摆在你面前 求你圆纳 愿荣归于你 圣子圣灵 从今直到永远 Amen 这就是波驴甲为主殉道 他到最后一刻 他也不愿意辱骂神一句话 现在我们再来看日本世纪的时候 幕府时代 天主教的福音传到了这个的承诺当中 而当时候这个幕府的这个的时代的时候 他们同样呢 整个的国家 对于这些的基督徒 是有很大的这个的逼迫 在当中 离开 最后一会 在设计 gesch为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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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事情 你什麼事 什麼事 來吧 你什麼事 你不可以 你也搞定了 你快 來吧 我 你 我的手 你不想解释 你不想解释 你也不想解释 你 後面 你也不想解释 你也不想解释 我自己不想解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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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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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期待盼望不再羞愧 望旦穿扬住的世家 无论我往何处去 只要是未了处 我愿意传扬那世自家 我愿为几世自家 将基督心相知情 穿扬到世界各地 如今无论生或死 都是未了处荣耀 无论生或死 我属于主 世自家的能力 世自家的盼望 世自家的盼望 旧无愧 旺旦穿扬 旺旦穿扬住的世家 因为有主你的同在 我们有了这个平安 在当中 有这个盼望 主求主你亲自 祝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主真的可以做你所喜悦的事情 讨你所喜欢的事情 好使我们一生 好使我们一生都是一个蒙福的人 好使我们将来 有这个的天国的盼望 有天国的做到这个的应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把我们自己的生命 全然的交托 在你顺手当中 不管是面对家人 不管是面对资产上的人 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困难 处境 主让我们站稳 主你的真理 主让我们站稳 让我们主不辱骂 主你的名 反而主高举耶稣基督 主你是我们个人 生命的这个的救主 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 谢谢主 奉主名祷告 Amen 愿神祝福大家